从日本大街小巷 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中华料理店铺 就可以看出 中国美食非常受日本人的喜爱 但当你走进这些饭店时 却会发现 很多日本人喜爱的中国菜 都是改良过的 符合日本人口味的当地味道 刚来日本时候就是说 中华料理都是日式中华料理 就是说 那口味都是偏甜 其实我们这个菜来了以后 都是改变了 想吃一个真正家乡菜的地方 就特别少 刚来日本时候 我们就是要迎合日本口味 他说麻布豆不能吃辣 我们就不敢放辣 感受挺大的 味道的一些中华料理 那时候味道这么少 张凯 一名在日本拥有着 快30年厨师工作经验 正用自己的方式 经营着正宗口味的中国餐馆 本身对料理就比较喜欢 里外非常喜欢做菜 以前一直在炒菜 后来就一直就想找一家店 去做一些家乡菜 把家乡那个菜再推向日本 让日本了解更多的中国美食 不像就是以前那种 就是比较老套的 饭店共有四名厨师 每一位厨师都为自己家乡的拿手好菜 张凯说 布局限于一个地区的美食 也是这家饭店最大的特色 有大雷头里日本是家义户晓的 不管从老少到全知道那个口水鸡的 特别的是用那个带骨头的鸡腿做的 这时候主要是关键它体现它的嫩度 这个就是我们雅庭的特色调料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自己开这个店 就是想做一些国内真正的中华料理 现在就是说 因为年轻人们也都比较了解中国 就是让那个在日华人 吃到家乡的菜 或者想到就是那种故乡的那个感觉 就是日本人口味也在变 年轻人他也在 他就想吃真正的中国料理 也是在变化 接受这么的 媒体现在也比较发达 就是说他们也了解中国 好多日本都知道中国 什么什么好吃啊 什么的菜系啊 我们现在就是希望 引导日本去吃我们国内这个好吃的东西 而不是说我们去变通 现在日本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餐馆老板 让同胞享受到家乡美食的同时 也努力让日本人了解到正宗的中国味道 让中国美食文化能够真正的发扬光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